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英文一起讀 你去过迪士尼吗 我没有 又怎么样 这个员工他说他以前在迪士尼工作 然后你可以想象他应该蛮专业的 因为在里面工作 他就说有10样东西 他绝对不可能在迪士尼这主题乐园里面买的 为什么 他就不值得 你大概可以想象说真的 因为主题乐园里面卖的东西 就是为了要来拨你一层皮 拔你一层皮 这个词叫rip off 主题乐园就只想要rip you off rip somebody off 那个rip真的就是拔东西 像例如说你贴了一个ok棒好了 你为了要把它拔下来 你就把它rip下来 rip off a bandaid rip off a bandaid OK bandaid是样拼吗 应该是吧 把它大写了就没事了 不管 那不管了 我们总之他是对的 bandaid 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说什么好不好 这专家说的 所以他说 I used to work at Disney World Here are 10 things I never buy at the parks 所以used to就是以前怎么样 那加原型动词就是以前怎样 这个我不是很想讲 因为说真的大家应该蛮熟的 如果你不够熟的话 我稍微写一下好了 所以used to原型动词就是以前有过这个经历 OK 以前会做什么事 这样讲好了 OK 像如果说我以前会抽烟 现在不抽 I used to smoke 就这样子而已 有习惯imply在里面吗 不一定 I used to have a car 以前有台车 有习惯这个概念在里面吗 没有 可是我跟你讲 I used to smoke 你可能就能推论我是有习惯抽烟的 所以这个有没有习惯 不一定 我标注一下 不一定表示有习惯 OK 如果是用b动词 get或其他的动词 再加上used to的时候 这时候会加vng或者加事情 它的意思就是习惯于怎样 OK 比如说我已经习惯每天早上喝咖啡 I am used to drinking coffee every morning 就这样子 好 很快来说一下 好 所以以下是10个不会买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故事的主人王 所以他的工作是在merchandising 反正就处理商品 这样子 那他有一个annual pass 所谓annual pass就是那种年票 所以我们知道主题日元都会有那种年票的概念 很贵 以前加拿大的wonderland 加拿大有这么一个多人多 Canada's wonderland 年票是很贵的 当年我20多岁的时候 跟当时的女朋友 我们曾经有买过一次年票 我这辈子也就那么一次 后来年纪也大了 真的就觉得没有必要 那时候买年票好像六七十块 现在绝对不止 现在我猜出品两三百都不一定 好anyway 所以这边呢 他就说 I worked at Disney World and visit often 所以他的确常去 工作也常去 And there are lots of things guests waste money on 所以很多人 有很多东西是这个宾客们会浪费东西的 So you waste money on these things 那接下来 其实我们这算是先看一下他的几个重点 I can't rationalize buying heavy hats in Florida or dropping nearly four dollars on a bottle of water 所以他没有办法rationalize 这个rationalize就是合理化 OK rational就是理性的 所以rationalize就是把它用理性做判断 rationalize 所以rational是形容词 OK 所以我们人原始上都希望是理性的生物 We all hope to be rational beings rational people We wanna be I wanna be a rational person OK rational 把这个字如果再把它说短一点 如果是rational而已的话 rational 这个词就叫定而配集 定而配集什么东西 你可以想象其实就像我们之前的扣照 你就可以说那个是有rational的 不过我有时候想想exactly 你有钱还是可以买得到 对不对 所以 那或许一个更好的例子是 在二战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糖 就是白糖那个糖 是有定而配集的 所以并不是说你想买多少就买多少 so sugar was once rationed 这样子 所以可以rational变被动的 好这个扯圆了 来回来这里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合力化 我应该多讲一个字 就justify这个字 也是有合力化的意思 OK justify 因为just这个是有正义 对不对 所以justify这个动词 就是你能够把这个事情说着是正常的正当的正义的 这样子 所以if you justify the cost 就是你把这个成本合力化了 这样子 好 所以他没有办法rationalize 买什么 到底是我们重点在这里 买那个很重的帽子 你知道有一些帽子还蛮重的 在迪士尼的时候 然后以及他也不能够去rationalize 花4块钱买一瓶水 4块美金的话就100多块钱一瓶水 真的宝贵 OK 然后他也 I'm not a fan of buying pricey bubble wands 所以他也不是一个这样的粉丝 什么粉丝 买那些很贵的bubble wands 所以wand wands这个字 就是 你就想看wands 然后把t换成d 就是那个帐 哈利波的法帐之类的 就是wands 那他这里说是bubble的话 就是会吹泡泡的 或者他也不能合力化买这个character socks socks是袜子 所以上面有那种动物角色的袜子 你大概懂我在说什么 可能是那个叫什么 琪琪跟弟弟 是不是啊 chip and dale 他们两个名字是这样子 那或者是他也不能够合理化买那个m&m 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个巧克力 所以不要叫他mm 我记得我纠正过大家 m&m 中间这个and是要念出来的 所以m&m 就是我们讲那个芝蓉妮口 不容你手的巧克力 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他也觉得不能合理化这个 never buy water bottles because I always bring my own 所以他绝对不可能买这种一瓶一瓶的水 他都会带自己的 ok 好 所以pricey 事实上其实刚这样已经讲完了 所以我们先多看一下就是一些片语的东西好了 所以他说 If you're on vacation and want to spend $3.50 所以你如果在度假 你想要花3块5在一瓶水身上的话 那就随你去吧 ok be my guest 所以这个词就是 你可以把它讲得有点 这个词不见得一定是非常 非常 就是他其实是中性的 可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用赌气的方式讲这句话 赌气的方式 他这就有点像 ok 所以你如果在度假 你想要花100多块买水 那你就去啊 就类似这样的语气 be my guest ok 好 所以这样子 ok 那还有另外一个也可以说就是 啊 随你去啊 你要怎样就去吧 knock yourself out ok 其实从这边上来看 是把自己打混 knock yourself out 可是他的意思就是 你想怎么爽你就去爽吧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ok be my guest knock yourself out 这样子 好 可以 所以这就是一个片语了 这样 所以他说这个是反正很贵 好 那是浪费钱 特别是其实你是允许被带水进去的 so especially because you are allowed to bring your own bottles in 好 其实可以自己带水 那多好啊 这样子 好 那事实上好像他也是可以要水来喝的就是 可是他认为这个水藏起来不好喝 so the old trick of the trade the trick of the trade就是那种 专业里面的一个那种 呃 魔鬼藏在细节里的那个概念 所以trick of the trade 所以这个词还蛮酷的 我还蛮少看到的 trick of the trade 这个trade不翻译成贸易 一般我们讲贸 就是trade这个字翻译成贸易 但这里不是 这里就是 呃就是一些这个 我们讲说 呃谋生之能 好 一技之长 其实叫做trade 所以这边就是 你大家就可以 反正就理解为 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的 呃 魔鬼藏在细节里这样 所以the old trick of the trade is to ask for a water cup at any quick service station 所以好的确 好像有那种 所谓的quick service station 其实我也不许认 不许认这什么玩意儿 但总之 他park里面好像有这种服务站 就是了 那你可以在那边要水 但他说总之 喝起来不好喝 fine 所以他会带几箱水进去 so on my way from the airport and carry them around the parks in a backpack 所以他会把它装在背包里面 带着走 fine OK 所以很重要的是 你在佛罗里达这个天气里面 你要能够保持是有喝水的 so you have to keep yourself hydrated 所以这个词 蛮重要的 hydrated OK hydrate 就水啦 你在hydro之类的就 水 那个酒头蛇 hydra 大概也听过 也没问题 下一个片我们来看 所谓一大笔钱 我们看是在哪里 So I'm usually want to justify spending an exorbitant amount of money on anything shaped like micky mouse but m&m's is where I draw the line 啊这句话真好 我们可以很老学到两个片语 所以他通常是很愿意来去合理化 花钱买任何米奇老鼠形状的东西 所以他很爱米奇老鼠 米奇 米老鼠 我为什么叫米奇老鼠 不就米老鼠吗 三小 好 OK 所以只要是米老鼠形状 他事实上都是通常是愿意买的 他的意思是这样 你看一下 你看这个一盒 对不对 我们也荧幕上看得到 他就用一个盒子装 装这个m&m 那你当然可以把这盒子留下来 然后你把里面吃完之后 盒子留下来还可以做级念 装别的东西 那这一盒他妈的要价 差不多是40块美金 39.99 算一下数学的话就1000多块钱 所以他妈的这盒巧克力要1000多块 fuck 好 所以这里说了 再强调一次 I'm usually one 我通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I'm usually one to justify spending an exorbitant amount of money 所以这个exorbitant amount of money 就是一大笔钱 所以这个片语学一下 你可能比较少看到 exorbitant这个字 但总之他说的就是很浮夸的很大一笔 好 这没问题 on anything shaped like mickey mouse 所以画在任何形状mickey mouse的东西 他是愿意画的 但是 如果你他妈的要把M&M做成米奇老鼠的话 又讲了米奇老鼠 米老鼠的话 我呢 我的底线就画在这里 对不起 我不要跨过去了 这个米老鼠我他妈不买 所以我们这个片语就是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is where I draw the line 这地方就是我画线的地方 这就是我的底线 我这个底线我不会跨过去了 OK 好 像例如说 佳蓁今天你是个我喜欢的女神 我愿意问你做很多事 可是如果今天你要我离开我的父母 我去照顾你 I'm sorry So leaving my parents is where I draw the line OK I gotta take care of them you come second OK 好 所以这个片语应该没问题 什么什么地方 是你画线的地方 where I draw the line 好 没问题 然后呢 Confection这个词 其实我们应该看过 就糖果这样子 所以这边 Confectionary 多看一下下 但总之强调一下 这个巧克力40块 Holy shit 所以这个价格 真的是太夸张了 The price is outrageous 所以这个形容词 常拿来形容 让你觉得这个 下巴都掉下来的概念 OK 害人听闻 So the price is outrageous OK All right 而且他们一定会融掉 在Florida这个热浪中 So they're destined to melt in the Florida heat before you can even eat them 能吃之前就融掉了 干嘛呢 这样 我觉得它可能也有点 该怎么说呢 重点在这个盒子 我觉得 所以可能有人买这个 只是为了这个米老鼠的盒子而已 以后回家可以装别的东西 那总是它不酸 那就酸了吧 这样 好 然后下面其实它讲到几个重点是笔 它说不要买笔 为什么要 我想到怎么会有笔 原来 很多人在迪士尼的乐园里面 是会叫那些角色签名的 我就觉得你白痴 那些角色能不能人眼的 里面可能是一个墨西哥人 然后你叫一个墨西哥人帮你签名 不是对墨西哥人不敬 但总之我的意思就是 帮你签名的不是真的米老鼠 帮你签名的不是真的高飞狗 你觉得你需要找这些人签名吗 but anyway 所以这样是这个概念 好 然后下一个词我们看的是胖球 胖球是什么 他说怕下雨 所以如果下雨的话 那他就会建议大家 你带一个胖球 什么是胖球 就是那个斗篷类的 一般来说像那个墨西哥人 他们的文化里就有那种斗篷有没有 那个就叫胖球这样子 OK 好 所以多人是一个字胖球 那他说下雨的话胖球 那里面卖10块小孩子的 大人卖12块 pretty expensive OK 所以他通常会去一个dollar store 什么叫dollar store 一元店 我们台湾有十元店有没有 还记得这个概念吧 我越来越少看到这玩意儿 好像大创 是不是就是还是这个59 很多东西都59块还是多少的 那个事实上跟这个dollar store的概念 就其实很香了 就里面没有太昂贵的东西 所以dollar store他会去买里面的胖球 fine OK 然后他也不会买像什么flip-flop 是不是 我等一下看flip-flop OK 所以add flip-flops to your packing list if you don't want to shell out $20 所以你要是不想花个20块美金的话 20块就是600块 你要买一双迪士尼的鞋子 哎 这他啦 我说真的 我们台湾人去买 去可能真的会花大笔钱搜刮这些东西的 因为台湾又买不到 对不对 所以我相信 他的意见可能是给美国人的 这样 也不一定 说不定其实你到网路上可以买到更便宜的 我不知道 我没做过这种事情 我也没去 虾皮看看 上面有没有什么这种迪士尼的merchandise 好 anyway 所以 那这个packing list就是你打包的 所以你在这个去打包迪士尼玩的时候呢 你就自己带好你的flip flops 所以一直没讲flip flops是什么 但你看萤幕大概也知道了 总之就是这种夹脚拖 OK 自己带好这些夹脚拖 好 那下一个再看一个词 tempered tantrum OK 那这就在刚前面说到了 买那个泡泡的那个法杖 if a bubble wand is the one thing that saves your child from having their 10th temper tantrum of the day go for it but I'll pass 好 所以要是今天这个法杖 是其中 是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能够让你的小朋友 不要发了第10次的脾气的东西 所以他里面讲了很多的 就是这句话含了一些故事的概念 就是你的小朋友在这个迪士尼 大概会吵着要买这个 吵着要买那个 什么干嘛的 说不定已经发10次这个脾气了 所以save your child from having their 10th temper tantrum 所以tempered tantrum temper是脾气 the tantrum就是发脾气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小朋友会throw a tantrum 也是会看到的一个片语 OK 所以小朋友发脾气 反而朋友在那边倔强 然后在那边不肯走 妈妈我一定要买那个之类的 你不买我就原地跺脚在那边哭 that's throwing a tantrum OK 所以要是这个bubble want 可以让你的小朋友 不要发了第10次脾气的话 go for it 就像刚刚讲的be my guest一样 就买吧 但他不买 OK 好 然后再买袜子也是一样 OK 这个character socks 看这个Eeyore 这些的 所以看了一定会很想买 谁不买 然后最后甚至迪士尼还卖到石头 不知道在干嘛 可能是水晶吧 有喜欢水晶的人 大家就会觉得这很好买 然后我大概最后讲一个片语 fair share 他既然有 我就把它稍微讲一下 fair share yes 什么叫fair share fair是公平的 那share是你知道 你的分享或什么之类的 这样子 那他也有那个股票 就是应该讲说 股份 也可以叫share 这样子 那 所以你说买一张什么什么股 这些的 so you buy a share of the company 这样 那台湾的话 你买一张股票 通常就是1000个share 好 可以 share 可以 所以他说身为小孩 所以身为孩子 他以前是小朋友的时候 I purchased my fair share of graphic socks to wear in the parks 他的意思也就是说 他买了他的那个公平的 额度的share 的这些图样的这些袜子 在这个主题官员里面穿 然后接下来这些袜子 就留在他的行李箱里面 直到下一次的vacation 他再想起来 我有什么的袜子 再拿起来穿 所以就使用性不够 那他以前买的多不多 他以前还真的是买的蛮多的 所以才叫fair share 因为想象一下 就会买这些袜子的笨小孩 我不跟你讲笨小孩 但总之会买这些袜子的小朋友 或者愿意买给这些 小朋友的这些成人们 世界上应该是不少的 对不对 否则他不会出那么多这种袜子 所以你把这些袜子 去想象一下 把它分配给每个小孩 所以每个人都会有 一个你人生中值得的额度 大概懂我意思 OK 或者你想 我们说人有旦夕或福 每个人加加减减 可能每个人在世界上 好运跟坏运 都跟别人是差不多的 这添加有点哲学 可是你大概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对不对 每个人人生下来的 好运坏运的额度 大概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当一个人在抱怨 他运气很不好的时候 你安慰他的方式 或许不是很好 可是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安慰他 就是我这辈子 也没有比你好运多少 你的运气很差 可是我的运气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所以你就可以说 I've had my share of bad luck in my life and look at how I turn out 看看我也没怎样 所以我也是从这个逆境中活出来了 我自己这样子 好 这个劝人的这种方式 其实真的蛮烂的 可是你就懂这个片语的意思了 fair share的概念 好 那就够了 讲到这里 它差不多了 其实 也算是对得起今天这一集了 OK 好 那你喜不喜欢迪士尼呢 你应该会去吧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去 你自己不去 大概会带小朋友去 我大概就算了吧 这辈子就跟他无缘了 因为我是喜欢 我喜不喜欢迪士尼这家公司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这家公司 虽然说公司都应该赚钱是没错 可是这家公司的商业化程度 真的令我觉得蛮心寒的 就是 小时候我喜欢他的很多的电影 像例如说 我很喜欢Robin Williams配音的那一部 叫做阿拉丁 这是影响我很深的一部电影 里面的歌曲我都还很会唱 但是现在他们把Star Wars 买去拍拍乱七八糟 就是很多人不爽 有点包括我其实 可是这个可能扯太远了 总之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